本土 民主 反共 保来政治 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6 大家好,我是欧敏 交了月费的朋友 报名参加这个欧敏踩场现场版没有? 我是四眼哥哥,郑感满 给了月费四眼不不不的你,报名了没有? 大家好,我是郑从泰 来到5月24号 很欢迎各位要交月费 记得 就来临我们这个 建国研习班的现场版节目 当晚我和郑感满 四眼哥哥会一起同场 做一個現場版的節目 我們希望一起去一個 四眼見國演習班一起玩 我是盧斯達 交過月費給盧斯動眾的網友 記得報名了 各位小弟的陳雲 本土論壇的現場版終於出現 我台長兩個就會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交了月費的朋友記得來參加 關於梁錦祥 神秘之日有Party 如果你想參加的話 就記住去MyRadio報名 前提只要你交月費就可以報名 到期見 大家好,我是黃台洋 大家好,我是梁天琦 各位有交月費給吳國吳文的網友 報名了沒有? 報名方法請參與MyRadio.hk 咦?阿妹,你在看什麼? 在看見國演習班 但你不是四眼XXX的粉絲嗎? 看完四眼哥哥也看了泰伯壓近 但是你上個月沒有給建國演習班的月費 呃... 你今個月就給了唐主、台洋和天琦 行了行了行了,現在給了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搬 THAT 問題 擅抱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黃陽達 黃毓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大香港早晨 有《二血時報》和《My Radio》聯播的早晨節目 今天有湯姆、英光和Christine 做主持 推麥克風就是這個 大鬼父雙傑 現在對雙傑的敬仰又入了另一重 因為自從展示給大家看 她彈鋼琴和騙女上家有多厲害 之後大家對她的景仰 除了推麥克風 除了大香港做成的監製之外 那個景仰又更加深深的 又多了 又多了一個身份 早幾天我打算怎樣入行 可以做補習老師 現在放棄了 現在在想學鋼琴 學鋼琴 OK 為什麼今天沒有泰博 泰博 是不是拋棄了我們 不是泰博 那個人紅 人紅嗎 人紅嗎 人紅就精神爽 這樣去哪裡才行 人紅紅到現在找她 我不是很想幫她宣傳 沒有錯她太拼了 同一個時段 沒有衝突的 有 轉了去看NOW 不看我們 你可以開著電腦看我們 或者開著手機看我們 那你就開著NOW 都可以的 沒有衝突的 一二台就行 NOW要付錢的 是啊 這樣就是 我們都可以付錢 我們都收錢的 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都收錢的 要付錢才能看到 泰博去了NOW 去NOW 時事傳方位應該沒多錯 那個節目 找她做嘉賓 聽到有陳淑莊 好像是 是不是很興奮 聽到 那次是橙光了 很適合你 我跟陳淑莊 希望泰博 怎麼說呢 升升不升就好一點 我對她有信心 我關心她的頭梳得漂亮不漂亮 你關心她這件事 這個不用擔心 一定不漂亮 法型很大影響 一定不漂亮 一定不漂亮 今早我們先說什麼 今早新聞其實 看頭版就沒有什麼好看的 但是看內文 重點在內文 重點在內文 不是 因為頭版也是張德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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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妖聞 妖聞 那又說一下 NPF 我見到有些 NPF 每個人虧錢 恭喜大家 是 你不是說 局虧 平均皮白 焗到 平均皮白 是啊 但是你沒有買NPF 我還有一個帳戶 還有一個帳戶 但是沒有公款 那些不敢說 OK 我沒有什麼感受 我幾年都沒有在香港工作 沒有供過這些錢 是啊 你沒有什麼感受 你逃難到 逃到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不幸運 大部分香港人都逃不到這件事 局供這樣 另外就是 其實就是沒有什麼新聞 沒有什麼好笑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這樣說 不是啊 我覺得不是啊 是有什麼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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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好笑的 你先說什麼 你先說什麼 你先問什麼 因為我看這個 上網 看蘋果日報 我看到那則新聞 我覺得不敢說 又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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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纏繞 你 很 很害怕 不是因為昨天那則新聞 就是在銅鑼灣發生的 是 就說有一個 衣著類似佛太 佛太打扮的大陸女人 在這個果汁店裡大炒大鬧 還拿著把刀 就在那裡兇人 就說 我要來斬 是否斬啊 他們這樣很激動 那我覺得不知是 然後大陸都 crucified 就是為了一個常態 因此是香港一個日常生態 你明白這件事嗎 然後我就去背景 原來那名大陸女人 嫌果汁太貴 因為買果汁就有爭炒 我也不知道那間果汁 你那個你知道嗎 知道的 你不知道嗎 我覺得把它放信 同樣近那個叫Apple那裏 轉出去那裏不是那裏 即是稀神的 對呀 轉出去那個corner 位置應該是那裏 我看回片應該是那裏 Cristine剛才扮得那麼神似 我真的覺得你是不是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經常值得課金給我 你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我演技好而已 不像得你 不像得我 我們稍稍看看那個中國婦人究竟是豐富 中國豐富如何大罵這個果竹點 我要殺!我要殺你!我要殺你全渣 就是這樣 我發現那些大陸人 我發現那些大陸人 那些男人女人 我們很多時候在網上 youtube各人都看到類似的影片 就是你在不同的地點 交通工具 就是巴士好 地鐵好 有時候在街頭 火車站 經常都會看到這樣的狀況 那他們呢 我發現他們經常吵架 都是說同一句話 一路說是loop溝住的 就是同一句話 同一句話 就是不可以說 你意思是說他們不可以連續說29個自己粗口 所以很差 不是 起碼你轉一下 我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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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你你 不停會勾著 你還說什麼 長毛也是這樣 長毛不停叫人打 打飛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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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一半 你坐牢 你有沒有坐牢 吃了飯味 不是 不是 那個狀況是 我當時的詞彙 實在是太過小了 所以你說一言去中文差 差吧 你看 就算說屌你老母也會轉一下 是是是 你做了全家產 是 Gunny靈 轉一下 是 這一次又是再見到 在銅鑼灣那間那間店已經很久了 那關事 歷史很有久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開了很久了 老實說有多久就不是很肯定 但我也見過很多年那間店 那整件事是怎樣的 你先說回 其實沒有的 就是下午又 他不只走去賣果汁 然後就因為某些事而起衝突 那個起衝突就 他懷疑那個果汁店就收多了他的錢 文說 文說 其實我覺得不等會 然後有些說法就說 他嫌杯果汁太貴 因為那杯果汁要25元 Welcome to Hong Kong OK 就是這樣 All bad luck 是 All bad luck 這麼貴 都是因為大陸 那些大陸可以炒 貴了就租了 是不是 說回頭 不是 不是 說回情況就是 他說嚴貴了 然後在那裡吵 然後之後還說 繼續激動 還說店員 果汁店店員 是 用刀指嚇他 是 然後所以呢 然後在那裡吵 吵冤 巴閉 看報道說 就是附近那些街坊 就是那些店舖的老闆 或者走過看到那些人 就說吵了很久了 整個小時都有的了 那情況就是後來就叫警察 你看到我剛才那段片段仔 也看到警察來了 那其實就是當他就嘗試 就說那些警察來的時候 就去覆述這件事 他怎樣欺負我 你知道那些中國人很喜歡的嘛 就是扮弱者的嘛 明明自己撞死人 然後自己扮弱者的嘛 所以跟著就拿了把刀出來 握著把刀 在警察的旁邊那裡 這樣就像那樣 握著把刀 嘩啊 那樣 警察就是只凍在旁邊的 完全是沒有人反應的 那警察是很嚇唬的嘛 對著大陸人 大陸人 他算... 不是他算好的 他沒有走開 如果他看到他們的藍牙人 他已經站得很遠了 不是 他已經站得很遠了 他撞走了 他只叫他放下他 放下他 他現在算好的 沒有逃走 他如果看到那些藍牙人 一定掉頭走 算了你們走了 最後之後一直在那邊挖刀肥 警察又完全沒有反應 之後搞就搞 之後聽回那些街坊的說法 其實他們都認為這些山番 想掘捕過人錢而已 都不想明白 你去那間店舖 你掘捕過什麼錢 可以掘捕到什麼錢 其實有沒有掘捕錢 如果你將它是 譬如你說他屈錢 你也有一個原因 他也可能是貪心 或者他是一個賊 我覺得對著大陸人 你是不可以這樣去分析 不可以用常態去理解大陸人的行為 他說懷疑那個執政收多了錢 可能不滿意 情緒激動 這樣就可以拿刀了嗎 他有說那個女職員拿著刀指著他的 但是把刀在他手上挖一挖 他很厲害 他連把刀搶拖了 然後再指著來挖 再挖一挖 挖一挖 他搶了一挖刀再做 因為把刀在他手上 在影片拍攝的時候 是啊 因為他那時候說複術給警察聽 把刀在他手上 但問題是他自己拿著把刀 別人店員根本就沒有做過 以報道看回那些女店員自己說 那個狀況 你說不可以猜到 他們說他們究竟是不是有這些原因 去屈錢 我覺得大陸人不是這樣的 他們是你先吵了 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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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去想想想 他怎麼會屈錢 即突然間剩下 即突然間一條筋 黏起來 不是啊 不如順手屈錢 這樣打蛇除棍上尾到尾 是這樣的 有個什麼機制 真的這麼激活 你才想到 不是大陸人是這樣 有個什麼機制 是的 間斷搞大了一件事 怎樣收拖 就會拿回那些錢 那就可以又落台街 落台街之前 又證明自己適合 又覺得不賺了 浪費了時間 你為什麼他們可以永遠跟你磨 可以瘋的 磨很久 好像這件事 其實很明顯是很小事 很明顯是 是 你自己 我猜一下 你肯定不想清楚那些價錢 嗯 然後又沒有看清楚那些價錢 牌各樣 或者他不懂得看字 然後 之後人家 人家賺錢給他 他以為收多了錢 然後在那裡吵 想著呢 因為這是雜性 想著吵 因為你在大陸很容易被人屈錢 是 他想著雜性 你吵就吵 吵之後就還給你 但是香港不然是這樣 香港明馬實價 多少錢就多少錢 後來之後 可能發現 就開始覺得自己理虧 然後就逐發這些瘋 發爛 你看那些 以前 你看之前那些 大陸人發瘋的片 都是這樣的 無緣無故發瘋 發了瘋 就是人家害怕你 整個地方想著是這樣的 嗯 我想說那些警察呢 因為我看到那段片 那些警察都叉了腰 是 我覺得是兩點 我看這段片的時候 我最留意 我看到那一點是 警察什麼事都不做 對 我就覺得 那天我們在上水 我們拿著搭傳單 全民濟獻的黃色那些 你今天沒有在 黃色的全民濟獻的全單 他拔了警棍 就是全單就害怕 西瓜刀 我拿著全單 他拔了警棍 哭打哭殺 哇 真的拿著把刀 放下他 你記住 放下他 最後 最後是怎樣 最後是 我發覺大陸人是 黑警黑星 我發覺 很害怕他 我真的不太明白 他 其實他有很多 大陸 我意思是 死刀 有很多 自然招可以用的 為何他完全不應用這些 身相 為何他不在後面撞他 他撞他 你在後面你繞回去 你襲警 你繞回去後面 你進山那裡 你繞回去後面 在後面撞他 你繞回去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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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繞回去 你繞回去 你有沒有看國立大台 你繞到我 是呀 他當時拿著刀 他不繞回去後面 你也不用怕他會斬到你的 是嗎 就是你在後面 你繞到就好 斬到我又不繞 我個人來說我不繞 就是斬到又不繞 就是在豪源開個位給你 就是這樣說 仆街的這樣說 斬到又真的不錯 但我覺得 又叫快必幫你安排車 是啊 你不再用那招 你不在後面補他 但是你找個女警 不是他告你非禮 待會你刺傷別人 你找個女警 在後面 紅著他 你襲警 這樣就可以了 很難 如果根據這個報道 其實最後那個大學女人 應該是 沒事 沒事的 就這樣走了 解決了這個擾讓 就這樣走了 是沒有拘捕警察 什麼都沒有的 不能用那些 就是阻差辦公 就是破壞公德 就是擾亂公眾安寧 油膽罪 油膽罪 油膽導致他人擔心 很擔心 是嗎 看到這樣的女人 我們影 擾亂公眾安寧 有為公德 你看到一次那個女人 有沒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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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女人的衣著 是這樣的 是披抬抬肩 就是闊太 這樣拿著袋 袋子 放在手肘的位置 不知道是否拿著 山寨上 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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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富貴人打扮 上等人打扮 你看到一個這樣衣著的人 拿著西瓜刀 在銅鑼瓜 大街大行 不是的 但是看這些 大陸婆的那些片 其實 我又很少見到 好像農民打扮 那些人 好像農民 戴著頂 戴著太陽帽 摺著毛巾 耕田 會這樣 我見到 都好像穿到 新光頸 就是比較新光頸 看什麼片 就是看大陸在街邊 街邊捉兒 拉捉小三 然後脫掉 小三的那些片 就是這些 當街 最多人一看 就是那些 叫做 萬方 山番 那些街坊 那些街坊的形容 真的很厲害 山番 山番 那個山番 他直接說那個山番 湘傑剛才有說過 山番其實是怎樣解的 不如你解多一次 我覺得是學到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湘傑大師又來了 就是那些 比如以台灣為例子 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 就會區分那些原住民 會跟他們溝通 或者會跟漢人溝通 就叫做熟番 那些完全不理睬你的 見到你走進去 他裡面就會殺你 就叫做生番 就是蔡德克巴萊 就是台灣之前 賴德勝那部戲 那些就叫做生番 就是這個意思 還不講 完全不理睬你 見你又殺 那些就叫做生番 那這個是原本的解釋 U16那些叫什麼番 那些嗎 叫食一番 那些叫本番 本番 湘傑剛才的解釋 是一個原本的解釋 我覺得如果你說用蔡德克巴萊 那些就太過美語 太過美語 他們有原因 是不是 為什麼他們不妥當時的日本政權 他們有原因 是不是 但是現在形容他們三番 就是你老米完全是沒有任何規矩 都不可全宇宙 是不是 到處可以拉屎 到處可以 如果他的仇人可以拔勾 不是拉屎 拉屎當然是很輕 如果你說發瘋的行為 拉屎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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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不過在拉屎而已 你是不是之前在這個月頭 你剛剛其實有幾宗 沙田那宗 沙田那個 說這個大陸惡媽在那裡 推崩了別人的老婆 是不是 就是有這宗 搞到別人 另一個中國豐富 另一個中國豐富 另一個 就是之前剛剛提了一堂 現在保釋那個大陸女人 在沙田火車站那裡 跟別人起爭執 其實就是那個大陸仔 打一個香港的小朋友 然後 誰知道那個大陸媽媽 還要推崩了別人的小朋友 那個老婆 搞到別人中風入院 就是這一宗 那宗 那宗很厲害 那宗不是在火車站起爭執 跟著去執勾人 是他們在玩具反斗城 喊完膠之後 然後再遇到 小朋友在打架 跟著去回火車站的時候 遇到再執勾 這些真是 很過分的 然後再講早一點 又是5月6日的時候 就有一個在屯門發生 一間幼稚園 就在說有接放學 那你接放學當然要吹水 那有個老婆當然要吹水 那誰知道那個幼稚園樓上 即是那些是在安定邨那裡 不是邵輪院所謂的 邵輪院那裡 那些單位比較低層 就嫌有一個低層單位的住戶 就是一個大陸的新移民 然後嫌樓下的人接放學就很吵 就在上面喊下來 然後喊下來 然後就衝下來 吵架 那他打算喊完就算了 怎知道不是 原來他已經立了 即是他下樓的時候已經立了 立了一把剪刀 立了一把剪刀 然後打算其中一個老婆 這樣喊完之後 算了 就是吵兩句 然後怎知道他走上去衝來去插人 吵架 插到人家 現在情況嚴重 推掉那個婆婆 然後就拿剪刀去插她 又是一個大陸女人發瘋事件 如果當時有警察一樣的 放下她 放下她 因為你看到 譬如張德光走了 但我們說回她來的時候 警察那種嚴鎮以待 又有開始理解到 怕死她脫掉 怕死她脫掉 那有整個風氣 還有那種意識在路裡 那些警察 明白嗎 在黑警 剛才我們播過一段影片 就是說那個警察 兇那些記者 他說 他們衝出來 我們可能會開槍 那些子彈打到你就不好 這樣 是啊 你說開咪前 我們在找影片的時候 就是 他們有那種意識在 就是大陸人不可以得罪 更正的事情 Sharon在Trackroom更正的 不是小孩子打架 是個 蝗蟲小孩子 打過香港的小孩 打香港小孩的頭 打她的頭 搞錯了 之後 說回 如果更正 就在那個玩樂具三兜城 被人欺負 應該是那個小朋友 香港小朋友被人欺負 香港小朋友被大陸小朋友欺負 沒有啦 怕夠打她的頭 之後在火車站狹路相逢 香港人還被人打到 很可憐 那件事 我剛才說的就是 不是 我懷疑 我現在這樣覺得 為什麼大陸人覺得 香港人特別好欺負 就是那些 那些仆街 經常被人抓 原來香港人這麼軟弱 你警察也有關係 是啊 警察也有關係 你看到就是 你都不做些事嗎 你不會的 你會看到的 譬如你說 在有示威的地方 之前 你會看到 那些大陸人 那些中國人 黃蟲各樣 他們會看到狀況 不要說 就說上水那裡 喂 你們那些走私賊 是不是 可能就是似自己的大陸人 多多大陸人 就是 沒事的 他們怎樣 左階怎樣 完全沒事的 一轉個頭 另一轉個頭 另一轉個頭 看到旁邊 整個香港人在示威 有多多警察 是不是 凶狗他們 完全可以看到 那當然是沒事 覺得自己 那當然在香港 覺得可以橫行霸道 哪人都要走我 即是刺住自己的大陸人 駝槍 那些都不能走我 很害怕你們 就是 就是這樣 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他們應該好像 之前有一宗新聞 是講敘利亞的難民 逃走了之後 去某個國家 然後要他們戴一些手帶 證明他們的難民身份 以識別和當地人 我覺得要硬性規定 那些大陸人 來到香港 要戴手帶 就是 不是 確保香港人安全 好兩法西斯 很棒 立即做 立即做 但你不戴手帶 我都看得到 都不會認不認得到 不是 你更加要知道 因為很多混入了 是 就是戴著牌子 不是 有些東西要識別 他們是 但是我想說 這些大陸人是 浪禮是瘋狂的 但是 就算譬如說 我們去做中港驅隔也好 都不可以說 倒絕了遊客 這樣過來 所以我想說的 就是 永遠都是 客路相逢勇者勝 香港人是要勇武起來 對待這些人是勇武起來的 拍你的頭 我拍你的頭 拍兩下拍三下 拍到你走為止 不可以對著他們縮的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浪禮嗎 我縮嗎我害怕 最後又是這樣 出單新聞 結果是什麼 沒有的就被人欺負 那是不是要宣傳一下 我們要運動 宣傳了先 每一節都宣傳 我今天每一節都宣傳了 體育抗共 阿英公你宣傳的時候 你要這樣 他不是出圖 出圖 出圖我這樣也看不到 不是 你出圖後回來展示一下 出了圖 不是你一邊做 一邊出圖 一邊舉 我借一張水給你 我借一張水 我給你 嘩 嘩 嘩 快點截圖 不是 你出了嗎 現在正在出的 未出現在才出 有個體育救港運動 我們是一個運動型的政黨 就要運動型的救港 這個以後都經常每一個星期都會做 就做兩次 星期二和星期六都有 星期二 就朝早七點鐘 不是 星期二是黃昏的七點到八點鐘 就會在康寧道的 是嗎 康寧道 就是運動啦 身體的訓練啦 強身健體 勇武起來 OK 那就有我啦 我想問你會做什麼運動啊 到時再設計 我設計了 今個星期六 即今個星期六的訓練 我設計了 你是給哪一類型的人 哪一類型的人 做得到 大家都做得到 無論你是很健康 很強壯 都一起 山如羅山行不行呢 山如羅山都行 都行 那就沒有疑惑啦 只要你去就可以強身健體 對啊 要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不用啊 做運動也要啦 搞錯啊 做運動也要啦 那就會有我 有黃陽達 那就會和大家一起做運動 強身健體 大家又搞過石春路 對啊 我懷疑有人想倒些水來 去翁平石春路 這個運動是我做教練的 我叫他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對 他昨天都說這個是設計給他去做運動 只是這部分已經夠好看了 如果你們想看黃陽達 又跳石春路 那你們就真的要看 有沒有直播 有沒有直播 這個未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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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做得太熱 然後要脫衣 不會脫衣 會不會穿小背心 背心 李彩華就會 李彩華 不是看Live 當然是看現場 總之記住 對著大陸人 狹路相逢勇者勝 OK 第二節回來再說